你如何预测? 气象预测是一个人类几千年以来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 其实至今AI也没有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是一个新的路径 当时想去做一个数字地球 把这个卫星的数据放到用户的桌面端 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尝试 让AI自己学会怎么预测气象 从创业开始到今天 其实用《创业维艰》的这本书里面的那句话来讲的话 只有三天是瞬间 其他每一天都是举步维艰 这个小时候喜欢看星星嘛 所以就能够看到这个漫天的星空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科学的第一印象 那个时候就开始对比如说像天文地理 对整个这个世界产生了这个好奇和兴趣 当时博士毕业面临选择可以是去做教授 也可以是去陪手科技大厂 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个回锅串 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 创业需要用很大的这个勇气 因为当时比较年轻嘛 信心十足 但事实上后面要证明我们打造这个产品 其实花了很长时间 我们当时想去做一个数字地球 做一个物理世界的搜索引擎 去追溯和监测 去预测这个地球表面在发生的事情 并且把它信息化 把这个卫星的数据放到用户的桌面端 这是我们一开始的一个技术出发点 我们现在最核心的业务 就是通过AI气象当模型 来去预测天气 比起传统的这个模型 传统的机构 能够对气象有一个更加精准的评估 因为气象预测其实是一个业界世界难题 大家都听过一词叫蝴蝶下 就是整个这个气象系统 其实本质上它的可预测性是非常差的 因为这个系统里面稍微有一丝丝变动 我们就能够带来这个很大的这个系统变动 在古时候大家是通过占卜的方式 来去预测气象 而在过去的2000多年时间 我们人类应对这个混沌系统 一直都是通过经验主义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 叫做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从1970年代开始 人类就开始利用操算 来去更加精确的去计算 大气物理的这个变化 它的这个精度的这个提升是缓慢的 而从去年开始 这个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时代 AI的这个时代 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尝试 让AI自己学会怎么预测气象 我们用了大概40年左右的 卫星观测数据 来去训练若干个这个气象的大模型 然后我们取得了这个技术上的成功 比起这个传统的气象得到精度提升 并且效率是这个传统气象预测的 可能5万倍左右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更好的去预测气象 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预测新能源的功率 这其实能够更好的去促进清洁能源的这个发展 新能源的发电它的问题主要就在于它看天吃饭 它不可控 因为大家也可以理解就是风很大 那风电就会发电 到了晚上光伏就不会发电 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一些风电站 它其实并不知道它下周能发多少点 它可能甚至不知道它今天下午能发多少点 更不用提可能14天以后能够发多少 但是预测这些计划 无论是对于并网还是对于电力交易 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其实农业和新能源本质上是一样的 是不是大家都是看天吃饭的 我还记得在江西有一个农场主板 因为它在开春的时候做一些农活 这些都可能需要费用 所以它需要去进行贷款 在以前它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完成贷款 因为它可能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然后需要提交一大批资料 给到当地的银行 我们在农业领域做的事情 在技术上面是不过识别它种植的作物 识别它的面积 预测它的产量来去帮助它 帮助金融机构更好的去完成数据风控的动作 15秒或者30秒的时间 就能够拿到一笔这个钱 那它比以前贷款就会容易很多 科文是我本科同学 我们在毕业之前 就约定毕业之后就一起创业 我们当时决定这个创业 没有把整个计划想得特别的轻 实际上踩了很多坑 从我们打造出第一个产品 到第一个产品的迭代 到第一个产品的转型 到这个找到融资找到团队 一个一个去学 一个一个去踩坑 一个一个去积攒这个经验 来去达到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 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积累了 气象预测是一个人类几千年以来 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 其实至今AI也没有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是一个新的路径 这个一件事情只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那必然很多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因为人类只有这一个地球 所以在我们应该叫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地球家园里面 这个大家利益其实是高度一致的 那我个人觉得清静能源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发展路径 包括我在内的我们整个团队 都对不管是技术还是对这个业务都充满了这个好奇 那有了好奇心就有这个探索欲 有探索欲就是这个前进的动力 每个人的这个背景 他的这个专业 他未来的这个规划理想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我们面对秋变化这样的一个人类共同的话题上面 新年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共性 这个可能是理想驱动的 其实也可以是商业驱动的 我觉得创造价值才是这个衡量成功的这个最大的标准 而是 fulfilable设计的 是是啊 有点异性 是一个皇后者 你不认为是要转异性 有点需要的 要不再近来 是这么多的 里面让你很多时间 有点少量的 有点少量的 要有着急 在这鼓勺里面 在里面 未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